催崗完蛋了 又拉了不少人了 整个催崗要移走了 全是大巴 大巴一辆接着一辆 中国扬州疫情严峻 数千居民被送往集中隔离 有一名教师因为建议在扬州 事办与病毒共存 被公安局裁定行政拘留15天 让与病毒共存再次成为话题 早在7月29号 中国防疫专家张文宏 在反思中国爆发Delta变种病毒时 彭文提到 疫情不会短期结束 可能长期也结束不了 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 但随即遭到中共党媒追打 8月7号 党媒人民日报刊发 中共前卫生部长高强的文章 强调中共不会效仿西方国家 绝不会与病毒共存 而是要消灭病毒 要执行零容忍政策 中共的清理政策 大陆网友倒是不买单 表示高强是个财政出身的官员 他说的话和医师说的话 谁比较有分量还用说吗 还有的说支持张文宏医师 希望疫情管控能够更加科学合理 而不是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 含面子而运动时防疫 简单点说 就是不要为了疫情防控 而折磨老百姓 至于中国可不可能清零 美国病毒专家林小旭认为 疫情其实从未离开过中国大陆 断断续续 很多地方都有爆发 只不过因为中共的清零政策 各地都把锅甩到国外 他表示高强把疫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 汪洋大海中的说法 恰恰说明中共的防疫是一场政治运动 文革市的清零政策 目的只是为了维护中共统治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周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